你看過這座浮在水上的海上宮殿嗎? 如果你沒看過,很可惜,你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了 這些海上的港式餐廳,叫做珍寶海鮮坊 是香港過去40多年來最知名的地標之一 更有世界最大的海上石斧的稱號 因為濃濃的東方港味,像是無間道2、歌吉、龍珍虎豆等等電影 都曾在珍寶海鮮坊取景,許多鎮商名流也都曾到訪 不過,即使風光逸時,珍寶海鮮坊在連年虧損 以及疫情的打擊之下,只能宣布歇業 上週,珍寶海鮮坊開啟了它的新的旅程 預計到東南亞去維收 沒想到4天之後,珍寶海鮮坊卻意外在海上搬船 沉入了1000公尺深的海中,很可能再也無法打牢 嗯,不知道幾百年後的人 發現這座華麗的宮殿層在海底,會覺得它是什麼呢?